您待这三年 家里人对您是什么态度啊 支持吗 还是无奈 挺高兴的吧 就是可能也觉得 我以前在做汽车行业 不是特别开心 对对对 你说说家庭对于你的意义 应该是前50年的全部吧 就是因为 就工作本身 没给我带来什么乐趣 但是家庭 我认为对我来说 意义是就是存在意义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卖房 其实我30多岁的时候 也冲动过 然后就是自认为 看上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这事其实不靠谱 但是就是我当时的 天赋能琢磨出来的 可能是最合理的一个方案 然后最后还是忍不住 跟家里谈嘛 最后我老婆就同意了 就说那就卖房吧 你一定非要干你就干去吧 然后当时我也很紧张 我说很有可能 如果全赔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机会买房了 就可能就这个价就没了 然后我老婆说 嗓 嗓子有点太紧了 然后他当时就说 你在家就在 然后就赔得一塌土地 就彻底没有翻身的机会 整整两年多的时间吧 就 但是经过这事之后 我好像我整个就是 可能看世界的那个角度 都不太一样了 就是我这事出了之后 我的内心就特别踏实 就我觉得我其实已经活够了 就是何德何能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 这样对待我 然后就是几年之后 另外的机会我就翻身了 其实真的是五十二知天命 就那一刻我觉得你知天命了 所以真挚的情感就是朴实无华 说到知天命 就是很多人的四十不惑呢 不是什么都明白了 而是不明白就不明白了 人生很多东西 它不是完全想通了 而是所有的释然都跟两个字有关 算了 所以为什么说四十岁呢 不贪 五十岁不求 六十岁不愁 也许个别有些人 可能四十岁人生重新开始 小概率 但大部分人生的部分 是按规律去做他自己该做的事 好 各位企业家 如果在第一环节的最后 没有其他的问题要问的话 来 请大家 根据求职者赵宇彤刚刚的表现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